今天有点大风 来这个whole food 因为芝士吃光 后面的猪猪 原来也很喜欢吃芝士 如果我不买 就算买 它像老鼠一样 就会吃光芝士 平时在家里是炒食 好像是老鼠 因为它是老鼠的uncle 所以也很像老鼠 whole food 芝士 居然不平均 399 有趣 它说由699 减下来 还要自然 这样便便宜 想要这些萝卜 做牛尾 它有这些 Mini 想要这些 OK 要吃399 不要紧 要买蘑菇 399 也能接受到 这些帮你切的蘑菇 就是399 OK的 那些不用它切 就是249 那就249 始终是这种番茄好吃 它现在做399 以前是正价 现在已经升到499 甚至499 所以399 就价格了 再买回几乎 猪腩肉 最美的猪腩肉 减价 哈哈哈哈 这些全部都很大 吃不到 你三个 除了牛尾 只要买一些青青 它有这个鸡 和这个鸡 那个瘦一点 Mini 想要煮 再好吃些 维他蛋 減到599 但已经卖了 但它这个 18只 是999 那 就是 一样 那便买18只 来这里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买芝士 看看有什么特价 那你自己找吧 你要找他出来 我买这只瑞士芝士 之前吃过都很好吃 有这个芝士 试试有没有味 好香 有没有特价 在做特价 5个四牛九 平时 6.5元 7元 都可以买 Mini 想买这只 Toffel 芝士 荷兰 荷兰 我喜欢荷兰 Mini 不知道在里面 可以找些什么 我买些硬包包 好像饼干 是不仅仅 一样 比较多 饼干 很適合 还不太喜欢吃饼干 Holdwood的栗子和其他栗子的任務沒有分別 但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貴 低能 低能 這些我想過半一包 剛才收銀的哥哥 有點像這個 孔女白皮書裡面的一個男孩 應該是廣東話人